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继续和大家分享姜宗萍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姜宗萍的电影 就是分享到1948年 今天开始就由1950年开始分享 1949年是没有演出的 1950年黑天堂 然后是浴海遗痕 然后是一套年晚前 然后是一套鬼屋 鬼屋后是火烧九龙城 然后是戴森奇案 然后是一套沽奉提刑 然后是烟鸯劫 然后在50年还有流民世界 最后一套 最后一套 50年最后一套是杜妓那套 杜妓那套 潮流那套 然后就是1951年 1951年首先就是三打竹家庄 这套三打竹家庄 这套三打竹家庄有上集和下集 然后就是《花开燕子龟》 就是1952年的作品 换言之五一年就只是演出了一套戏 就是《三打竹家庄》 然后在52年还有《新海角洪流》 接着就是《傻人艳福》 接着就到1953年了 53年就有《玉梨云》 《玉碎花残》 《佛前灯朝藏元红》 《虎海明灯》 《黎巢燕》 《汉母帝蒙回惠夫人》 这一套就1954年了 1954年还有《蝴蝶夫人》 然后就到1955年 1955年有《侯昌》 《爱的下集》 接着就有一套《夏一代》 然后就到 《恨不相逢未家史》 然后就是《寒夜》 接着就是《花女怀春》 然后就是《天长地久》 接着就有一套《侯昌》 接着就有一套《侯昌》 这一套经常都见 就是一套籌款器 是很多《映士雄龄》 都参与演出的这一套 《遗福子》《下集大机局》 接着就《赵飞燕》《西商记》 《西商记》之后就是《风雨断肠人》 接着就有一套《慕美人》 和《世家子弟》 接着就五六年 还有《手足情深》《九九九命案》 这些《命案》片 姜宗平就拍得最多了 接着就一套《遗福子》 这个是《上集》 《潘巧云情嬉石首》 接着就一套《假凤凰》 另外就还有一套《表错情》 这套就和《借言》和《上官君卫》 一起做的 然后就还有一套《奇人奇遇》 另外就还有一套《苦海鸳鸯》 接着就到了1957年 1957年第一套就是《九九九海滩命案》 然后就是《鬼夜哭》 《鬼夜哭》之后就是《血染相思谷》 然后就是一套《耶林月》 接着就一套《唐山阿嫂》 唐山阿嫂就是《蓝红》和《借言》做主角的 接着就还有《57年》的《血染黄金》 接着就到了《58年》了 《58年》首先就是《香城空影》 《神童触察己》 《神童触察己》 《他的一生》 接着就是《鲜花残雷》 接着就是《陈超结婚》 这一套就是《阿超结婚》 就是《阿借言》 很喜欢《嘉宁》那一套 接着就到了1959年了 《大夏情杀岸》 《欢喜冤家》 接着就是《晴天血淚》 接着一套《金山大小》 接着就是《浩门夜宴》 接着有一套《天伦情类》 接着就是《通心树》 《通心树》之后就是 《五九九年》最后一套 就是《湖伴草》 接着就是《一九六零年》 《一九六零年》第一套 就相当之出名了 《南轻难递》 接着就是《神雕合女》的《下集》 接着就是《慈母娇耳》 接着就是《三凤求王》 接着就是《神雕合女》的《上集》 接着就是《苦命女仪》 刚才的《神雕合女》 主角就是《借言》和《南红》 《借言》就是《阳哥》 《南红》就是《小龙女》 接着就是《六零年》 《蜜月经》 接着就是《血淚人生》 接着就是《殿梯情杀案》 接着就是《荒山导师案》 接着就是《荒山导师案》 今天跟大家分享 《姜中平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Lang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姜中平的演艺人生》 拜拜